各位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喜特勒视角 那么我们今天先聊一聊一个旧文 就是阿里女员工被侵害案出现反转 那么阿里员工被侵害案最终得以水落石出 9月6日晚 济南警方最新的通报 犯罪嫌疑人王某文不构成犯罪 不批准逮捕 仅处以15日行政拘留的处罚 由于从警方立案侦查起 王某文因为刑事拘留 包括监视居住这些行政的处罚措施 已满足了拘留天数 因此当天凌晨就已经回家 这个事件能够最终以这样的一个结果落幕 实际上有一点点出乎我个人的意料 因为在中国警方办案的 他的这样的一种流程当中 出现最终不逮捕的情况 不是没有 比例很少 特别是当整个的媒体 整个的舆论都在有一种倾向性的时候 基本上警方的办案是随着这个舆论的倾向性而走的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这个事件的话 那么阿里这个女员工从开始在济南报案 说自己受到了两个男人的这种强奸 一个是阿里自己的上级 一个是济南华联的接待方 那么济南警方当时在调查相关的证据以后 并没有立案 于是这个女员工在阿里内部 包括食堂散发材料 不断地和阿里的相关的领导层 包括人力资源的部门进行沟通 希望对相关的这些个领导 就是对他所谓实施侵害的领导 进行处理 开除他们的公职 那么让他们解除劳动关系 这样的一个事件 最后通过网络的不断的发酵 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最终也引发了阿里巴巴 实际现在的负责人 那么张勇的回复 他认为这是一个很羞耻的事情 对这个员工造成的伤害 那么他感到痛心 也开始反思 那么我就本身阿里这个事件 发生之后也做过一期节目 当时我的角度并没有对这个事件本身 进行一个定性 说他受到了伤害 整个阿里内部上下 包括公安都在包庇这些个犯罪 我当时的视角 所谈的角度不是这个 我当时的角度 是从一个 为什么阿里内部的这些管理层 一直保持沉默 没有进行积极的处理的角度 进行从管理的角度 从阿里所处在的风口浪尖的 这样的一个舆论氛围 他们不愿意轻易的在节外生枝 从这个角度去考虑他的公关处理 在危机事件出现的时候 他的公关处置能力 当时我是从这个角度去分析 当时的这个事件 那么今天这件事情尘埃落定了 虽然这个结果可能是会让王某文 这个原来阿里的这个员工 可以得到部分的正义 但是问题来了 对于这个诬告者 因为他本身来讲 反转了把所有的事件 都是从黑说成了白 或者说是指路为马 颠倒黑白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甚至于涉及了诽谤 造成了整个的阿里鸡飞狗跳 很多的无辜的人 包括阿里的零售的总裁 包括H2的很多的高管 都不得不离职 甚至背上了处分 那么他已经造成了一个恶性的一个结果 其实这个事件本身到现在虽然告一段落了 但是我觉得包括王某文在内 还有那些个被阿里要求或者勒令 自己并不是主动的辞职的那些人 都可以向这个阿里所谓的这个发起这个事件的始作俑者 这个女员工提起民事的这种诉讼 对他进行法律上的这种声讨 要求对自己的权益 受到侵害的这种情况进行追索 因为的的确确 他因为整个描述了一个虚构的一个事实 导致了一系列的事件的发生 这个始作俑者他应该不仅仅受到道德的谴责 同时也应该受到民事的处理 甚至于刑事的处理 因为这已经明显的涉及到了诽谤误告 所有的涉及刑事的这种犯罪和民事的这种违法 那么相关的受害者是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去追讨的 当然包括阿里本身在内也可以向他发起一个诉讼 因为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阿里的股价暴跌 虽然有其他的一些因素 包括整个习近平在打压这些互联网企业 很多的中概股被严重的抛售 导致了这样的一种股价的暴跌 但是这件事件是一个重要的导火索 所以阿里也可以向这个女员工发起一个诉讼 那么同时呢 我觉得这些个特别是对这件事情过早的介入了中共的这些个央视也好 人民网也好 这些个新华社也好 这些个掌握着国家公权力的这种可以随时让一个企业一个个人射死的这样的一种媒体单位 他们甚至于不是媒体 是这种公权力 他们是不是也应该去反思 因为在一个事情还没有真正经过法律的程序的判决的结果 前提下 那么相关的很多媒体 这些个特别是掌握着公权力的这些个媒体 他们已经未审先判 已经站在道德的高地上 对阿里 对阿里的管理 对这些所谓的职场的潜规则 进行无情的踏法 而他与事实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这个时候我们又再可以比照西方的一些媒体的处置 尽管在可能假如说我们把阿里这个事件 把它平移到美国 或者平移到加拿大 或者其他任何的欧洲西方国家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 网络上热炒 没问题 所有的媒体也都可以发表不同的观点 肯定是有的人支持 有的人反对 有的人也会 媒体会踏伐所谓的职场潜规则 这种me too的这种所谓的这种 对弱势的一个雇员进行的这样的一种侵害 肯定也有 但是这些意见和法律的判决之间 它并不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这种等号 它只是媒体的一方意见 它不代表公权力 司法最终的判决才是最终的结果 而在中国现在发生的这个事件的过程当中 首先这些个相关的人已经被伤害了 那些个被离职的HR 那些被迫离职的零售的总裁 那些个所有的阿里的这些股价 包括这些被无辜的刑事拘留和监视居住的这个王某文 他都是无辜的受害者 不仅丢了工作丢了名誉 甚至于他也受到了人身的这种自由失去的这种伤害 在这个事件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媒体 特别是中共的这种 站在道德高地上的这种 未审先判的这种做法 是非常值得反思的 我相信这个事件 唯一的让人觉得欣慰的地方 就是在事实面前警方采取了一种没有继续的对无辜者进行伤害的一贯的做法 而是采取了一个相对折衷的一个办法 因为他要下台嘛 警方也要下台 你把人抓了 你也把人如果再放了的话 这个王某文他可以告嘛 他可以告警方嘛 要求国家赔偿嘛 而通过一个折衷的刑事拘留 行政拘留的这种方法 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告诉你 你虽然没犯罪 但是你做的也不是百分之百的OK的 你也是涉嫌了这种猥亵 可以通过行政处罚 对你进行处罚 同时也撇清了警方的责任 那么王某文去告警方的可能性 基本上也就没有了 面对了一个其实并不是非常复杂 只是由一个人恶意导演的一场闹剧 却导致了整个的社会沸沸扬扬 整个的社会鸡飞狗跳 很多的人陷于困境 很多的家庭也成为无辜的受害者 而这个始作俑者 现在只是在道德层面受到谴责 我觉得是远远的不够的 那么很多的网友也在想了解 为什么这个阿里的女员工 会做这样的一些动作 做这样的一些举措 包括去诬告 包括社局 去让华联的那个员工 也去早晨七点跑到他的酒店里来 所有一系列的行为 其实好像并没有特别的这种逻辑 因为他的目的到底是要干什么呢 其实坦率地讲 我们纵观看这个事件整个下来的话 我们也非常的忽疑 这个女员工到底希望达成一种什么样的目标 如果我们按正常的逻辑来看 一个人他所有的行为 举止一定是和他过去所受的教育 他的习惯同时和他的目的一定要是挂起来的 否则的话就解释不通 而现在看来 这件事情可能不能够完全的解释的通 这个女员工他要做什么 你说如果从一开始 他就要设一个计 去伤害到他的上司 伤害到这个王某文 伤害到华联的他所谓的那个客户 我个人觉得也解释不通 可能这里能够解释的一种合理的一种推理 是应该这个阿里的女员工本身的心里 有一些疾病 我们不能够完全地排除 除了他有严重的精神问题和心理疾病之外 他的人格是扭曲的 因为作为一个管理者 我以前遇到很多很多的这样的情形 就是我们招聘的时候 找到的无论是什么层面的员工 你招聘一个人的时候 你可能只能从他的专业角度 从他的过去的职业背景 从他的求职动机 从他基本的这种素质 去评判他 去了解他 是不是胜任这个岗位 但是你对他的心理的这种健康状况 你是没有办法把握的 或者甚至于你对他的人品 也是不可能通过几次面试 甚至于背景调查就能完全地了解的 所以随着像阿里这么大的企业 他每天可能要经过很多人的进入 很多人的离开 他无论有多庞大的一个体系 其实他都没有办法完全地防范 类似于招聘到一些心理健康有问题的员工 这样一个情形 所以在我看来 这个女员工 她是患有一种严重的心理的障碍 和人格障碍的一种 有可能也会有一些精神障碍的 疾病的这样的一种情形 所以才导致了 她所有的行为 可能是看似好像每一步都像合理的 但是你把它串联起来 又解释不通的 如果你把它纯粹地讲成一种 是不是他就是刻意的一种犯罪 主观意义上的一种犯罪 也解释不通 但是anyway 无论如何 这件事情始作俑者是他 无论是王某文 他还是华联的那个员工 男员工 他们都是受害者 包括王某文的妻子 包括我提到的阿里的 其他的几个管理者 包括阿里这个企业 本身在名誉上 在股市上 在股价上都受到了伤害 那么所以相关的这些受害者 我觉得他们都可以 向这个女员工 发起诉讼 请律师继续地来追讨 那么同时呢 我相信这个所谓的始作俑者 所谓的这个 他一个这个问题的麻烦制造者 他自己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律师 或者心理医生 或者通过精神司法鉴定 去评估他的精神状况 看看他是不是在这个事件中 可以免责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个事件给了我们所有的人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训 就是当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一个新闻爆出来的时候 我们应该多维的角度去分析 去思考 特别是不要卫审先判 特别是具有公权力的这些个机构 组织 媒体 不要轻易的发声 比如说 像这种情况下 比如说复联 这种机构 比如说 所谓的中纪委 比如说 所谓的 这个 中国的 这种 政法委 这些机构 它是不能轻易发声的 因为他们一旦发声了 这个事件反转的概率 就非常的小了 所以综合下来 我们还是要为 整个杭州警方 他们在处理这个问题上 所坚守的 对于事实的 这样的一个把握 还是要表达些许的 这种敬意 尽管这件事情 并不是完美的收官 告诉他 一点都没有违法犯罪 这个王某文 但是这个结果 已经是相对的 不幸当中的万幸了 没有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所以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杭州警方 做的 真的 还是可圈 可点的 所以我在这里 一直在强调一个观点 虽然我们否定中共 我们否定他的体制 否定他的领导 但是 对于一两件事 做的没有这么差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要客观的 给予评价和肯定 但是对于 未审先判 就在媒体上 大张旗鼓地 对阿里进行踏伐的 所谓的带着政治色彩 进行评判的这些媒体 他们是值得痛斥的 因为他们在不掌握事实的情况下 就先进行了所谓的是非判断 他们是没有这个资格的 好了 今天想和游游就分享这么多 请你们订阅 点赞 转发 来支持我们这个频道 谢谢